先从信中对成员之中说 从甚入凡中说 凡情再怎么样的粗野 庞然 因为凡情就是感受 感受再怎么样粗野庞然 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绝命的先好 因为绝命你是看不到的 就如同我常讲的 为什么遇佛要遇西达多童子 你遇西达多童子 将来在一切感受先前 你将来才知道 什么叫做释迦摩尼 感受再怎么样强烈 再怎么庞然 你都没有忘记 你决心之中 一定有一个能明白一切感受的西达多 那个在一切庞然之中 他最初来讲 他就是童子的亲民相 童子的天真相 他都不是庞然 没有那个天真相 你拿来后面感受的庞然 所以你要约于那个天真 约于那个自信之中 智慧的灵敏 因为那一念灵敏就是能入世的最初 入世的最大的庞然跟粗野 你要能够知道念念喜悦 念念灌木 如是本来的这种入世的心性之中和如来 将来你就在一切感受之中 就回归 受悲如是黎明 这个黎明 其实是在哪里的黎明 这个黎明就是能人能及能入世的教化 最初的现象 所以他叫西大多 能人能及就是那个佛心 佛心入世时 在世间就是最初那个童真黎明 那个童真黎明 最初现前处就啪 就是感受的 马上就变成感受的种种 粗野 旁然 所以要说旧圣入凡中说 旧先好而观性海 就是在一切法中 一切感觉之时 他其实都是那一点黎明 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一点黎明 就是旧那一点黎明 所以自然是从圣入凡 在一切差别 种种粗犷中 启程的万象旁然 不过都是什么 都是信海的担当而已 自信如此 自从圣入凡说 你要明白如是从圣入凡 就是你从决心之中 你在如是的道路上 如是路径上 你心中清楚 你行者当前 你才能够旧凡 在归圣 叫归一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从圣入凡 你因为明白 从圣入凡 所以你就知道如何 在凡而回到圣来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